那所谓的自定函数各位上个礼拜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对自定函数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你可以再把前面的再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不用按按钮 我可以在这边插入函数 然后会出现一个使用者定义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使用者定义会出现 然后会出现我们自己写的所谓的刮弧自创函数 OK那怎么出现应该有印象吧 第一个一定要在VBA里面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叫做方选的东西 方选名称就是叫刮弧自创函数 那它跟一般的函数有什么差别 其实用起来都差不多 你按确定的话 它一样会跳出来 OK我好像不能等太久 不然它有时候会 直接按插入函数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你一样它会跟我要个资料 或者叫参赛者资料也可以 然后我就给它资料 然后它会给我什么 给我最后的结果 因为里面没有 所以它回来就是没有东西 按确定 然后我只要向下填满就好了 OK那这个跟按按钮的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要自己去 就是要给它一些资料 然后会帮你产生第一个资料 剩下就是自动填满就完成 那这个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也就是说你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函数 那做法的话 上个礼拜有讲过 我大家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怎么写呢 1 这个是写完的 1先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呢 记得哦 我是把程式这个已经写好了 我先把这个程式删掉 那你就写在哪里 你跟sub写在一起没有关系 写在上面 或者你另外你要再新增一个模组 另外写方案也可以 那因为我们程式不多 所以我把它写在一起 那记得哦 那个制定函数规则一 就是一定 它的那个名称一定要叫方选 那么方选 你可以打全部小写没关系 因为你移开的话 手字一定会变大写 如果你没有变大写 表示你打错了 再来那个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什么 刮弧自串函数 所以我把这个刮弧自串 这个拿来 然后中间记得加个空白 后面补两个字叫函数 OK 打上去之后的话 你按Enter 它会帮你做什么呢 有没有 这个后刮弧自己帮你加 帮你加一个Enter function 有没有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OK 只是说它这部分会自动产生 那我就可以偷懒一下 另外你会发现 我刚刚本来是打的是小写 只要你自没打错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变大写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它会跟你要资料 在从哪边要呢 小刮弧里面 所以假设 我跟他要什么 比如说我要跟他要参赛者资料 你给我一下参赛者资料 所以我就把参赛者资料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里 OK 那因为只要跟他要一个资料就好了 所以他会跳出来 前面出现参赛者资料 给我吧 一个文字方块 他就去选 他选哪里 选这里 所以他会给你 那他就把所选的资料怎么样 放到这个参赛者资料里面 OK 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参数放 你就可以直接把资料放到里面 接下来做什么呢 其实逻辑跟刚刚上面的这个撰写方法一样 差别只是说没有这个回圈 因为我们只要做一次 所以基本上 写法跟刚刚有点类似 A 有没有 A等于什么呢 A等于我们用VBA去点inship 就是去找什么呢 找 那找的话一定是先 找什么资料呢 找参赛者 所以 本来是去这个储存哥找 现在的话呢 因为他有提供给我 所以 去 这里面找找看 找什么东西呢 逗点 帮我找找看 参赛者资料里面有没有钱瓜 OK 然后钱瓜胡 然后再来Enter一下 然后 找后瓜胡 后瓜胡的话就可以把这一行直接复制 然后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改成后瓜胡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有找到 甚至其实拿上面来修改if 所以 if什么呢 跟刚刚一样 if 然后 A假设是不等于 0的话 then 习惯上会打完之后 你会都打小写哦 如果你Enter两下 他手支有变大写 那表示你没打错 然后再打end if 一定会有头有尾 程式一定要习惯这样 有头有尾 然后呢架构清楚 就一定不会写错 那如果呢 他里面呢 不等于0表示说 他有瓜胡的时候要做什么 就帮我把它切割 切割完了结果放给谁呢 放给这个名称 OK 特别注意哦 是丢给这个函数本身哦 函数本身也可以存储存资料哦 放给他哦 你就意思说 帮我把 找到资料呢 帮我丢进去 那所以后面的话 一样 切割资料 切割什么资料呢 切割参赛者资料 所以要帮我把参赛者资料 如果有哦 有那个刮阿虎的话 然后切割的方式一样哦 A加1 前刮阿虎位置 斗点 B 减 A 后刮阿虎的位置 减掉前刮阿虎位置 多一个字 所以减1 然后后刮阿虎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程式 就写完了 就写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好像跟上面 有那么一点点的 相似度很高哦 就这一段哦 差别 没有4 那是 里面的东西 另外的话呢 这个是直接去那个储存格找 因为他不问你 我自己去找 那这个是什么 从参赛者资料 从你给我的资料 我去切割 然后最后丢给谁呢 丢给自己本身 那因为你游标放哪里 他就再丢到那个位置去 就完成了整个流程 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最后 试一下 清除 先把它清掉 插入有没有 有刮胡子 按确定 有参赛者资料 给他一下 可以 然后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的话呢 好像有那么一点的 这个 正确啦 不过可能有同学 马上会问说 不是不对呀 这边为什么 多这个零零零 这感觉好像怪怪的 为什么他会是零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抽丝剥茧来了解 为什么他会是零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 会多一个逻辑 有没有 当A 不等于零的时候 他 就怎么样 就会去 意思是说如果有刮胡的情况下 那我就切割 那是正常 可是呢 不正常是说 当他里面没有刮胡 他为什么就零呢 跟各位讲 这个刮胡之后函数 他的预设值就零 意思说你什么东西都没给他的话 他就是零 可是问题来了 我不要零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方式不要是零 有两个方法 第1个方法 就是你在第1行 Enter一下 怎么样 把那个刮胡字串函数 给 他本来是零 但是我不要零 我要没有东西 那怎么办 等于 没有东西 这样就好了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意思说 反正呢 你原来是零嘛 那没关系 我在第1行 我先丢一个不是零的东西 丢一个什么 没有东西 这个就没有 就是以 也就你这个东西丢到储存格里面 他就先变成没有 哎 就是我们要的哦 所以呢 我再跑一次 那怎么知道OK呢 你就打勾一下 不见了 有没有 OK 因为run一下 这是方法一啦 就是说这个方法 他主要 就是先把那个 刮胡字函数里面 预设的零 把它变成没有 方法二是什么呢 就是在 一幅这边做个 做个事情 一幅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写法是 一重 一重的逻辑 就是 只判断说呢 他 是不是 小 不等于零 意思说他有刮胡 我才去处理 可是另外两重逻辑就是再多一个什么else else呢如果你加一个else意思说反之反之就是说 如果这边为true的时候就是他有刮胡就做这件事 else如果他 假如else就反之就是如果他 里面没有没有刮胡 等于零的话 没有刮胡 其实另外的写法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放在哪里放在这里也可以 所以这里这个 你可以 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就放在初始织 一个就是放else之后 再加一个这个 但我放云端 其实哪一个 反正两种结果都对 当然看起来好像第一种 会比较简短 老师多一个else 好像感觉 多一行嘛 对 不过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我们刚好今天要讲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就是有一重判断 如果你要两重判断 那就要多else 那如果你要三次多重判断怎么办 会再加 所以顺便讲一下 只是未来 你只要写的对 没有问题 那就是好的写法 不要说你写错 OK 两种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有把那个做好的答案 一样用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就在这边 那只是说我这边是用else 你也可以用你刚刚讲另外一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一题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 就顺便先讲逻辑函数 那刚好第2个单元就讲逻辑函数 也就是说 在 这个 VBA里面 除了回圈 之外 逻辑判断 也非常重要 那通常如果你要做一些 自动化的处理 一定要对 所谓的 回圈 像for for回圈的范围 还有就是说那个逻辑判断 这个要 非常的熟练 那包含一重逻辑 两重 或者是多重逻辑 这些都要熟练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 你 大量的资料 做一些 后续处理 就可以类似用我刚刚讲的 回圈加逻辑判断 就可以很快的 他就自动帮你把资料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所以如果产生你要 栏位资料 那后面报表才有办法 做得出来 那所谓报表当然你一定要有对应的栏位 你才有办法产生对应的报表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你是做不出你要的报表 所以到底是 因果关系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就把那个刚刚讲这部分 先 做完 顺便也等于复习那个制定函数的写法 当然坦白讲制定函数 我是觉得 似乎好像还是没有sub用得多 因为sub我觉得还是 蛮直接按下去 跑完了 Function比较啰嗦 它会跟你互动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试试看 好